重读经典,恩典在言 重读针言 今天和大家讲的主题是 不要弃绝神的管教 作者,谢庭博士 声演,Amy 《环球圣经》译本,《深言》三章十一至十二节 我已,你不要披弃耶和华的管教 也不要厌恶他的情戒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人,他才情戒 正如父亲情戒他所喜爱的义址 让我们安静在神面前,离默想这一段经文 我已,你不要披弃耶和华的管教 也不要厌恶他的情戒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人,他才情戒 正如父亲情戒他所喜爱的义址 在今日经文里面,提到管教和情戒这两个字 第一个字是管教,这个字是同一章二节的管教相同 是指道德上面的训练和纠正 第二个字是情戒,或者亦做责备 这个字是用于教导和教育的动机而责备 也有惩罚的意思 管教和情戒都是用来形容神 通常是因为教导的缘故,而不是无理取闹或者出于自私 在这里,智者劝他的徒弟不要弃绝耶和华的管教 也都不要厌恶他的情戒 原因是,因为耶和华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 而是为了情戒者的好处 神所爱的,他才会情戒 智者比喻这种爱而管教的心态 就好像父亲痛爱儿子一样 看到儿子犯错,不能不纠正 弃绝和厌恶,都是出自人内心自己的决定 而爱和痛爱,那是出自神内心的感受 《与神与人结怜》 《与神与人结怜》 你有没有被神管教的经历呢? 当时有什么感受? 而从中又学习到什么功课? 《与神与人结怜》 当你明明做错事,或者不顺服神 而受到神管教的时候 你通常会采取什么的态度会应神? 是拒绝? 严谎? 无动于衷? 勉强接受? 亦或抗议呢? 要知道神是为了你的好处才管教 因为你是祂的乙女 祂才会管教和懲戒 愿我们不要拒绝神的管教 并且从中学习和顺服 在这一刻 让我们再一次默想这一段经文 闻得很快 以后要识订了 如果练习无识 队面做到 我好看 你会让他不开 打不开 我好看 你会让他有意见 你会让他走 我好看 我好看 你会让他走 我好看 我好看 你会让他走 我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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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让他走 你会让他走 我好看 我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